哈喽大家好我是雨风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飞龙对阵鲨鱼狼的精彩对战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是咱们的太极实战第一人韩飞龙对战 泰国太拳王鲨鱼狼的一场 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场复仇之战啊 因为这个鲨鱼狼呢曾经KO过五僧一龙 而且的话也是信心满满说要在中国拿一条金销带回去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太极第一人也是争装待发啊 就准备迎战他这一战 所以说这场比赛呢不单单是守卫住自己国家的金销带 而且还是为一龙报仇的一个比赛啊 看见还是很满的 那么韩飞龙呢是目前最火的太极实战第一人啊 很多人说他这个在比赛中啊 看不到他用太极的招数 感觉他是用散打的招式去打败对手啊 但其实这种的话是有一个误解的啊 很多人觉得太极呢就是公园里那种大爷大妈打的那种养生太极拳很慢啊 但其实用那种打法在擂台中用是很不现实的啊 所以说太极的话已经是被整体的一个印象被弱化了啊 很多人拿他当一个养生拳 但其实他是有很大杀伤力的一个拳法啊 只不过现在主流的认知都是觉得他打起来就是很缓慢 那其实不是啊 太极就是很快的 他的踢打摔各种技法都是与现在的搏击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所以说韩飞龙在现场比赛的时候用这些招数呢 很容易被人认为就是 呃用的是散打打的 不是用太极啊 很多人可能看不出来因为并不是很专业的嘛 但其实韩飞龙呢是一个很专业的太极选手啊 那他也是一直在在这个格斗赛场上用自己的太极在证明太极的实战性 和之前的普通通啊 用少林的一个拳法比赛是差不多的啊 都是很不错的新生代选手 那之前呢 韩飞龙也说过 他说只有练过人才有更深的体会啊 虽然看起来很这个和搏击相似 但其实有太极的奥妙之处 然后的话他的各种招式啊 可能用的比较隐蔽 或者说转瞬即逝非常快 各种力呢是无形的 观众是看不到最后一招一式产生的效果的 所以说很多这个质疑声呢 韩飞龙一直都是在回应啊 并不说不回应 很多人都质疑他这个太极第一人的这个称呼啊 但是他都看在眼里啊 也是在舞台上用这种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啊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 咱们是比赛时间来到第三回合 韩飞龙这边是经常和对方起到一个搂抱啊 泰拳王感觉打着打着就和对手搂下来了 你看泰拳王又冲上来了又暴躁 直接一个吸紧在下暴摔 想要摔掉啊 但是没摔倒这个韩飞龙 海龙这边是两棒勾拳 然后贴了一下墙边啊 再拉扯 现场观众也很兴奋啊 这边双方选手再次搂抱在一起 裁判再次把对手分开啊 这场比赛打得有点无奈啊 对手的话多次搂抱 就疯狂冲上来搂住这个韩飞龙 他可能觉得是韩飞龙呢 在距离把控中是非常占优势 这个其实也是太极这种优势啊 在各种的借力打力中呢 就会无形的把对手的力量弹回去啊 这个是很漂亮 对手选择一个正面进攻 贴身进攻 其实也是很聪明的选择啊 对手作为一个泰拳王的话 他是之前曾经KO过这个武僧伊龙啊 这个伊龙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非常有人气一个全军选手啊 直到现在虽然是不怎么打比赛了 但是他的这个名声啊 依旧存在于江湖中 漂亮 这边韩飞龙是直接用右胳膊 付出了对手的这个颈部 前面叫条 非常漂亮啊 这一下 哎 躲过一招之后连续的打了两发冲拳 增加一个左肋骨牌拳啊 非常漂亮 这边的话是在往后撤步啊 接住一腿 漂亮 直接放倒了 抓准时机啊 这个时机找的很好 冲过来 一个洗顶 真的是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啊 这边的话对拼 对腿完事之后 双方再次挪抱在一起 我们能看出来这场比赛打的是非常的血腥啊 各种的这个 激烈对拼啊 各种激烈对拼 对手的话 打完双方选手是很尊敬对手 因为都是能看出来双方是很强的一个选手啊 最后打完的话也是个比较敬意啊 表示打得很不错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回放 这场比赛的话并没有造成一个击倒啊 而是由一个技术得分 来判定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技术得分是 谁赢呢 是我们的太极敌人还是咱们的这个来挑战中国选手的太拳王啊 来看一下最终的话其实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大白腿啊风险很高 如果说对手正面冲过来 他这个腿可能会起到一个拉伤 那也要休息很长时间了 打得很拼啊 好那这边的话用我们的参判进行一个判决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胜者是谁 太拳王其实能看出来他这个样子啊 其实很老成 但其实他没有那么老啊 可能看起来像三四十岁啊 但其实他没有那么大年龄啊 这个是可能是平时练 练功夫练的比较 呃 沧桑吧 可能是 究竟是 谁 获得我们的比赛胜利 来看一下啊 这边的话主持人也是在卖关子啊 就是不说还在这聊天 究竟是 哪位选手呢 两位选手中的一位 海飞龙现在有点激动啊 把这个 哎呀还把这个自己的棋子啊 拉到右边 最终裁判给出的分数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八 一号裁判是三十比二十八啊 三十比二十九 九比二十八 所以本场比赛最终获胜方式 啊 是谁呢 红方射 韩飞龙 恭喜我们的韩飞龙啊 这场比赛 打得很精彩啊 最后也是主持人卖了半天的关子 终于是宣布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韩飞龙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也是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个赞 点个收藏 还有关注 那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